哈喽大家好 我是火轮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很多粉丝朋友要选择的2018款薄弱2020款薄弱以及2021款薄弱 在华箭北真的迎来了下调 具体2018款的256g的插卡以及wifi版在华箭北有着什么样的行情 我们去一趟就近 来兄弟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帮粉丝找的一个2018款的256g的插卡吧 2018款的他这个机子的话可以看到 这台机器呢 只有一个摄像头 它2020款的话 后面是两个摄像头 然后这款机器的配置 我相信也都能已经清楚了 他搭配的是a12x通理机以及4g的运行内存 拍照的话 或者是1200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一般像你拍照的话基本上也够用 我要小看这个皮码啊 那个拍照也是非常的清晰 看到没有拍照也得很清晰的 这台机器肯定很多人都知道 为什么说前面我们一直不说这块机器 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太高了 这块机器在上个月的话 现在这种插卡版的256g应该是走4000 4400是吧 上个月好像不几 现在的话 你猜多少钱已经加了1500块钱了 目前的话256g插卡版的 我们说一些微信在微信当个老板 到现在就对了 4000就可以拿下一台量级的橙色 然后插卡版的 wifi版的话256gwifi就是不插卡的那种是3800左右 所以说现在大家入手这个地址 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了 这个外观的话还是挺好看的 看到没有 来 我来看一下这个外观的橙色 就带你一点轻入的小 甩掉期片了没有 没有明天的高峰 看到没 来 四个洋生气 这里两个啊 这里还有两个 然后这款机器的话 它还支持面容识别 我们这个地方支持面容识别看到没 来 它这边还有它支持二代的手写笔 看到没 就这个吧 就这个吧 就这个啊 这块积极 我在我跟他说一下 目前来说现在市场上这种货相比以前货已经多了很多了 所以说大家现在选这个积极的话 目前来说是可以值得入手了 这个地址看下来 就来这个事情事情哪些这个啊 那么刚才跟大家说的是256G的 如果说64G的现在在发现本是33张左右 真的是跌了不少 下期我们再说一下爱你爱你款薄落以及爱你一款薄落 好了 今天就先暂时跟大家说到这里 点赞关注火栏哥 下期我们不见不上拜拜